各位觀眾好 今天我們要來解說 這個女流王作戰 還會招待選手選拔大賽的棋譜 我們上次解說的是決賽的棋譜 那這次我們要來解說 本世賽事的冠軍 他在出賽的 第一輪和第二輪 以及他在選決賽 上面的這三盤對局 那這位蒙古選手 我們再一次再介紹一下他 他的話是這個 國際將棋的女子特級大師 並且曾經在 國際將棋錦標賽上面 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績 可以說是 我覺得應該是目前現役上 這個日本以外 最強的一位女棋手了 然後 可能就是除了這個目前 歐蘭的女流棋士 卡羅丁娜以外應該就是屬於 這位棋手是最強的 那他在這次賽事上面的表現 也是非常非常料理 就是除了決賽的這個 表現之外呢 他在第一輪到 四強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以這個 碾壓的姿態去 去擊敗他的對手 所以今天 就讓我們來欣賞一下 他在這三盤對局的表現 好 那首先呢 這個 那這次的對手 一回戰的對手是這個 來自越南的女棋手 然後是叫什麼的 好像是叫黃豬 什麼的吧 黃豬育兒量子 然後 是來自越南 那這個 黃豬啊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選擇了一個 應該是叫黃吧 那應該就是 那應該是姓黃 然後名叫豬育兒的樣子 然後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順序 那 總而言之這位 越南的棋手呢 他在一開始就選擇了一個 很蠻古怪的戰略 就是他把他飛車移到 一間上面去 做出一個 一間飛車的陣型 那這樣的陣型呢 可以說 不是不行啊 就是基本上 在業餘當中 也是有這種陣型出現 不過 其實他就是一個 偏向於一種 比較奇奇的戰法吧 就可以對手一個意外 其實是比較沒有太大的優勢 那這樣的戰術呢 到後來他是會轉成 基本上 蠻多情況下 可能都會轉成像 這次比賽 這次 這場對局當中 這個下法 就是轉成像 早時天的這樣的陣型 那之後 雖然有點不一樣啊 但是就是整個人之 他可能會把飛車移到 三線或者十度他的尾 之後可能會移到二線 這樣的騎的會都是比較多的 那是可以做選擇 那這邊 雙方就簡單的 動了一下騎子 然後 25手之後很快的 這個 紅骨的女騎手 他決定 挺部 去開戰 那選擇吃吃交換之後打步 再拖回去 然後這邊選擇先停個步 之後準備 可能再停一個步 然後 準備可能對 對這個 27的位置去做一個進攻 那 或是說可能氣掉步兵之後 或是說可能把飛車移過來 或是氣步兵 在這邊做打路 就是一樣的進攻方法 那這邊選擇先上腳 鞏固一下這個局面 然後這邊選擇 繼續的挺部 然後他的計畫 那這邊選擇的是上腳 那這個上腳可以說是 有風險 然後但 但是 同時也是一個對方壓力的一手 風險的話就是 之後可能會有 這個 腳型 腳道的這個 一個 危險是在 如果說沒有要及時的補上來這個腳 危險的話可能之後 套櫃之後可能就會有這個 危險銀匠 槍車的這個 這個 情況發生 那當然這邊 先後手呢 他選擇的是上這個銀匠 去防禦住 不過這邊我覺得更積極一點的下法 可能 應該還是 直接挺部吧 第一點是 這是沒辦法吃的 因為這個飛車在防守 所以這邊基本上 這個銀匠就只能退後 然後之後再去 把銀匠他上來之類的 行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 掌握一點主動權吧 然後這個銀匠 他暫時是沒辦法去 活用的 但是本戰沒有 本譜沒有那麼走 走銀匠也是一個 可以的下法 暫時沒有太大問題 這邊選跳櫃 很合理 因為把剛剛的這個 漏洞給補起來 先跳一小櫃 然後並且加強 對中心的一個攻擊 這邊選擇換步 然後施施 然後選擇上金 那這邊選擇上金也是ok 不過 就可能可以考慮走其他的手 例如說可能先打一個步之類的 讓這個對手去主動吃掉這個步 然後讓他的飛車位置變得比較差 其實也是一個 可以考慮的一個戰術 但這邊 這個蒙古的洗手 他走的很提升 他就打先上金 也是一個沒什麼太大問題的走法 然後這邊選擇挺步 如果這邊直接吃的話 可能就會有像打步之類的變化 要需要去注意 那這個就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這邊 沒有選擇直接吃 而是選擇 先下銀匠 那吃的時候 再順帶用銀匠 就是上去 那這樣的話就威脅到這個飛車 飛車必須得退 那退了一手的話 先手就有這個 去補上這個二八的落點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非常 具備觀念的一手 一個退贏 那 後手選擇 退飛 是很合理的一手 我上金 去防禦 這邊選擇 上角 準備可能之後考慮 去吃掉這個銀匠 那在這邊可能有打贏啊 或是打貨之後打銀匙等等的 公式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這邊 先手呢 他可能比較 會去怕這個攻勢 所以他選擇先打一個 武兵 那這邊 後手呢 他選擇直接吃啊 這邊當然是 上來是直接去吃吃 做個交換 那不過對決來到這邊 我覺得可能 局面上來說 這個 後手其實是比較 不那麼好下的 所以他拿到了 額布 和銀医兩卡的目的 但是 同時 他的這個飛車 又是很容易被攻擊的 然後 另一方面呢 他的這個進攻 實力又略顯不足 所以這個局面 目前的話 是這個 呃 選手會比較好 那這邊 選手呢 他決定 繼續進攻 那可能 簡單的吃掉之後 可能就可以把腳調到一個 比較 一塊位的上面去 但先手 呃 這個後手 他並沒有選擇吃掉這個布 而是選擇打一個銀 那打這個銀呢 就出現了一個 酸弱點吧 就是 先手呢 他選擇先吃掉 但是先吃這個銀也是OK啊 這順序問題而已 然後再吃掉這個銀 然後吃 就是 並且再打一個布 那沒辦法吃啊 那不管他走哪個騎 就走這邊也好 走這邊也好 走這邊也好 或走這邊也好 那最終這個 先手的目的都是 再打雷 那如果這邊吃 吃 吃 吃的話 就會有一個王手 變化 這也是 呃文譜所走的變化 所以這邊 呃其實不應該 直接吃 可能應該先 躲下去 或是躲在這邊下去 會更好一點點 那當然 之後這個 呃 沉之後 可能 做這個沉再上 再 呃 又說這邊 呃可能撕掉吧 撕掉 然後這邊應該銅金 然後再繼續進 進攻 就是說 可能這邊打腳 然後再做沉步 等等的行程 都蠻強力的 所以 怎麼說都還蠻危險的 他這邊選擇直接吃 然後 用這個 很巧妙的行程上來 去較檢 這邊選擇 往這邊逃 啊不管往哪邊逃 我其實應該都蠻危險 因為都會有這個打腳的出現啊 如果說他往這邊逃的話也是一樣 然後打腳 然後可能隨便動一個 然後他可能撕掉 然後撕掉再撕掉 然後撕掉再撕掉 就有這樣子變化 這邊選擇打 他選擇桃這邊 也是一樣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撕 他會撕掉 他會寫吃這個 還有交江 那先手呢 後手呢決定打一個 可是沒有用 因為剛好 有開車 那這一排我們的對局就 你七星手這樣快速的就結束了 又是一個完勝普 他會進入下一局的對局 那下一局的對手呢 是來自中國 的這個高星 是高興 會比較清楚 是今天四升還是二升 那總而言之 卡隊到是一個中國對手 那這對手 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啊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中國的 朋友能夠稍微介紹一下 這位新手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盤對局 他一樣這個 如果其實還是一樣選擇走世界飛車 可以說是 是他的這個合意戰法 然後這邊選擇 開局選擇先跳個櫃 拿去防止這邊 對面直接挺空 這個跳櫃 我覺得又好有壞吧 本話就是 他的目的 是要防止這邊的交換 壞的話就是他這個 這個 壞櫃其實有點 小 弱圓的小早 小早的一些 因為他 呃 這個角 其實在這邊是暫時沒有辦法活用的 所以這個櫃就有點擋住了他角的一個活用的弱險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 呃 比較 呃 小的一個弱點吧 當然這樣其實還是可以去去下 是沒什麼太 大的問題 是一個開局上的一個缺陷 這邊雙方都一些 一般的騎 我這邊選擇上金 選擇繼續加強這邊的防禦 呃是比較手劍 但是也是 算合理的 這邊的話 那這邊是雙 雙 雙固陣 我這邊選擇再上一個金 那這邊可以說是他在進行他的一個計畫吧 這個計畫就 嗯 就是長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緊密啊 就是一般來說 在其理上來說 可能是這種陣型是比較 不太好 因為一般來說就是我們 會打算直接的為美濃 會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下法 但是他這邊沒有選擇那麼多 他是有經過這個計畫思考過 那我們就之後可以看到 然後選擇下飛車 變成一個像 呃 燕墓的陣型 只不過這個飛是 這個飛的位置是 交換怪的 這邊選擇停 然後 繼續 呃 上銀 然後上銀 然後再上 那這樣的行 乍看之下是比較奇怪的 但 這也 他的目的呢 在跳過的時候就 可以說是 表明了他 要想要的一個目的吧 就是可能是 然後有機會的話 他打算 過過 飛車的移動 去攻這個 呃 王比較弱的一個點 因為這邊的防禦 基本上都是注重在 對側邊的這一塊的防禦 那對於 呃 後手的這個王的上面呢 只有一個角 去做一個防守 所以是比較弱的 所以 先手呢 他就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弱點 就 在這邊去做瞄準 那這邊選擇的形態有跪 而且也過於早 然後吃掉之後 這個步兵其實他是一個 呃 弱點吧 就是在 這個位置上面 他其實暫時沒有辦法 做任何的事情 並且他 呃 就有點卡在這個位置上吧 除非之後有機會去 呃 氣掉也好 或者是說 這個步兵給 散掉也好 呃 這樣的行才會變得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這邊這個步兵在這邊就 比較沒有那麼的 有優勢 那這邊果真 選擇繼續的二流步 準備之後再具體步 我們選擇先上 呃 黃將 那我原本以為他可能是走 金將之類的型 但是他在 對面走 二 五步的時候 他選擇走的是二二飛 那這種騎就比較有問題了吧 因為 雖然說他提前預防 對面去 進攻這個 二三啊 或是這個 二四之類的點 但是 呃 他忘記就是對手的飛車 其實還是在 呃 還是在攻擊他的六線 他忘記了這一點 所以他 這樣直接移過來之後呢 讓他這個神 基本上就是一個 比較沒有效果的一個 呃 走法 而且已經卡住他的王的套路 那這邊選擇就直接挺步 後頭 然後吃 然後吃吃 然後威脅吃這個 所以這邊先手呢 那 為什麼呢他選擇 上來 他這邊 呃 先手 他選擇打一個贏 那之後 呃 可以 不管是吃上來贏 不管是吃上來一條 什麼一條其實都蠻有優勢 那這邊選擇 呃 會這個 會到這個 八二 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下法 那這邊的話 常會來說 可能就直接走這樣子 應該也是蠻優勢的 但 呃 先手呢 他 看到了一個絕妙的一波 他選擇走 五四銀塵 那 這手塵呢 呃 可以說剛好啊 他並不是一個 算是一個 呃 比較 很漂亮的一個戰術 看似呢 這樣子吃掉之後 吃掉 看似可能是 呃 平止的情況 雖然還有任何的質疑損失 不過 這樣的型就可以 很快速的就直接做了一個 龍王在敵陣上面 那基本上對對方的王 是造成一個蠻大的威脅 而且對方的圍獄其實是比較不安定 所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手 那這邊理所當然的同贏 然後 龍下來 然後再打贏繼續防守 這邊選擇的是七一龍 這是一個合理的下方 那 這邊其實直接吃掉也是 應該也是 呃 比較 合理也是比較常選擇的一個走法 但他選 那這樣就直接的去威脅到這個龍嘛 然後並且呢之後有香車去做進攻 但這邊的話 呃 這個 先手呢 他走這個七龍原因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就是他可能是想說 呃 之後 呃 不管走到哪個也好 走到哪邊也好呢 就是基本上 在這之後啊 可以很快速的 這個 魯絲櫃 準備去 對對方的王去做一個很強烈的進攻 那 苗馬桃啊 如果桃的話也是簡單的 可能打個金之類的型 啊 就是 呃 一步一步的下來 然後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可怕 而且 可以公布一些遲早的事情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 這個 後手呢 他什麼呢 先把銀拉上來 準備這樣串掉之後 至少這個型看上去比較安定一點 那這邊 先手呢 他 沒有急的去 再繼續的去 從 這個 龍 這個側邊去做進攻啊 用龍 配合這個精靈去 在側邊去做進攻 他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 呃 有這個大局關吧 他注意到了 對手 他的這個櫃頭 其實是出現了一個蠻大的問題 他的櫃頭是沒有人手 在目前的情況下 所以他的櫃頭是比較脆弱的 那 呃 之後 這邊就可以打 打金啊打銀啊 或是說這個步兵棄掉之後 在上 上步的那個威脅 也是非常非常強力的 所以他走了一個 三五步 是很漂亮的一手 那這邊 呃 先手 之後呢決定去反擊 那 新手 還 在下一手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他沒有選擇去 呃 硬掉這個步兵 而是選擇直接吃 那一般來說可能會覺得說 呃 我直接吃是不是 這個呃 我拼騎這區蠻危險的 因為之後可以撕掉兩隻 可以這個威脅這個監看腳 所以有些人覺得說 可能這樣的騎 是一個蠻危險的騎 這樣的情況呢 剛好 呃 可以撕過來 然後可能再經過來 然後再經過來 等等等等的手 最起碼需要 五六手以上的時間 才可以對 呃 先手的王將 造成任何的威脅 也因此呢 呃 先手 看準的這個時機啊 就覺得說 我不讓你吃 沒有關係 這邊就 動速比較快 所以就直接的 呃 跟對方來個復攻 在這邊吃 然後腳過來 這邊威脅 再威脅 這個 撕掉 貴猛 這邊選擇打贏 然後打步 那這邊再打步 然後撕掉 也是很合理的騙法 這邊選擇撕掉步兵 那這邊再打一個貴猛 基本上是 無可避免被僵殺的一個局面 這個局面基本上 在這個位置上面 應該很難去做一個防守 就 有一樣子 唯一能夠硬的 應該 挺多就是可能 往先上來一下吧 但是之後 還有這個打腳的變化 所以基本上這邊是 沒辦法去做防守 那這盤騎呢 就這樣子 告終了 在這個 在這個 中國的 騎手 上一次 贏之後 你的打擊 就結束了這盤騎手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第二天的這個四強的對局 那他對上的對手呢 是來自 台灣的這個 曾平安 那也是我們 奇色的一個 目前的這個社長 可以說是台灣 跟少數在下騎人 女神之一 那 雙方都是擅長這個四間飛車 所以雙方在開局下 都 就下定得意的一個下防 在開局的話 這邊 選擇是金無雙和美的 就基本上 都是一個 對正飛車 或是在正飛車上面 蠻常見的一個真心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邊開局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我們選擇 這邊 交換 是很合理 再拽一個 再換 然後再退 那這樣子的目的就是 可能就是 透過這樣換龍 去多一手 那這邊 選擇 很快的 就跟他去做個交換 這邊下 然後這邊選擇 停步 這邊 直接交換 雙方 其實應該都 不太 想要去主動去換掉這個角 所以這邊應該最好的方法就是 去僵持在這個地方 有可能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例如說可能 飛車過來 或是什麼 步兵挺路之類的 就是僵持住這個情況 不要做任何的事情 那 因為如果這邊吃角的話 這個 就順帶的讓這個 飛車 就到了一個 像是進步的位置上面去吧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身風可能都比較沒有那麼的 會想主動一點去吃 那這邊 這個 握手呢 整個一手 比較有問題的一個變化 他選擇是 挺負 那吃 我吃到之後呢 很好 這邊吃吃 這就是 這就出現了一個漏洞 所以這次 這盤棋算是 蠻大的一個敗兵吧 在 第五之後呢 基本上就比較難 去做擬轉 比較好的應該就是 可能打腳 或是說上 金魚過來去防禦吧 但這邊 這個 一錯再錯啊 可以說我選擇了一個比較 不是那麼好的手 畢竟可能看到被打腳 也相對來說 比較 所以他選擇是 把飛車移下來 但是同時呢 然後 現在我手上 有一個步兵 有兩個步兵 所以可以去大步 這邊退的話 就直接吃 所以只能人海之下的撕掉 但是 可以繼續吃掉 然後威脅 再威脅 直接 所以這邊只能 往 第一半去 只能往這個神線方面去 沒辦法往這個直線的目標 上面去逃 如果逃的話就會被吃掉 那我選擇 往這邊逃 往這個八四的位置逃 可是挺合理的 那不過這邊呢 這個 先手可以說 這個好手連發 他又走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一手 那這手也是 蠻常見的 一個 算是 很強力的一個手心吧 就是在這邊打 打 那如果吃的話 這個 銀匠就會被吃掉 所以他是 阻隔了這個銀匠 那如果這邊用飛車吃 然後飛吃 然後不吃 的話 這個銀匠還是可以被吃掉 所以這邊是沒辦法阻止這個銀匠被吃掉的命運 就除了 如果要在這邊硬的話 那當然 如果直接退的話 可能也會有像這樣子 直接吃掉等等 然後可能吃掉 繼續的 打跪 進攻的一個下方 所以這邊基本上是 特別被招的一個行 那這邊 所以這邊呢 他只能棄的這個 銀匠不理 直接的去吃 步兵 所以到這邊不急 直接吃 然後吃 然後打步 那 他沒有急著去吃這個 銀匠 畢竟 在判斷上來說 確實是直接的去攻往會比較快一些些 那這邊上 把金往上來 那這個時候 他選擇把銀匠吃了 那這手吃銀匠 就是非常非常致命的一手 因為接下來的一手 就可以直接的 打銀匠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就吃掉之後 然後吃掉 再把 金往下演義 就是一個傑降企的情況 那這邊的話 很可惜啊 這個後手可能 因為時間 或是各方面的原因吧 他沒有注意到這個點 所以他選擇是直接的吃下來 想造成一個護攻 但是實際上 這邊打銀 之後就是被解洗了 那這邊 新手呢 也看到 後手也看到這個集氣刷型的投降 那這盤其實就這樣結束了 那這邊吃吃 然後吃 然後吃 這邊 往這邊逃就是 下來 很簡單的一個解降企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 由於沒有麥克風啊 所以今天的音質比較 比較 亂一點點 那 之後 回到 佳麟再為大家 錄製一個比較正式的演版本吧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拜拜